杰克布拉格正在举办国际马戏和戏剧节 法国钢索杂技艺术家邦戈恩加 在福尔塔瓦河的上方 350米长的钢索上表演走钢丝 他在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下 伴随着音乐在钢丝上行走 期间还不时做出高难度的表演动作 让观众看得过瘾 但是也为他捏拔冷汗 从八岁就开始训练走钢丝的 法国钢索杂技艺术家邦戈恩加 当地时间14号 在捷克带来惊险又精彩的走钢丝表演 邦戈恩加一如既往 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 伴随着音乐在钢丝上挑战各项高难度动作 没有安全绳索 邦戈恩加只用一根重达12公斤的平衡杆 保持身体平衡 花了40分钟在福尔塔瓦河上方 有惊无险完成350米长的走钢丝表演 民众看得过瘾 掏出手机拍下惊险荧幕 但自然也为邦戈恩加捏了不少冷汗 35岁的邦戈恩加 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钢索杂技艺术家 由于他的走钢丝表演 不靠任何安全绳索 让观众的心情都伴随着他踏出的每一步 而喜富不定 为他紧张 NTC就活到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